这个是按钮 按钮模组它是属于数位输入型的模组 所谓的数位是因为它只提供两种状态 就是按下去跟放掉两种状态 它没有提供其他的状态 所以它是属于数位型的 有电或没电这样子的一个讯号而已 然后这是两家不同的厂商所生产的模组 基本上用法都是一样的 它的三只脚的接法是GND跟VCC 这两只脚是负责模组的供电 所以基本上这两只就是接到5伏特跟接地 VCC是接正极,GND接负极 所以它接5伏特,它接地 这两只脚是供电,另外剩下的那一只脚就是讯号线 所以这一只讯号线,因为它是数位的输入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只脚上面接的杜邦线 把它接到Arduino板子上的数位输入 就是Digital的0到13,那14只脚其中一只 这是数位输入型的模组 数位开关的使用 我们首先先把你的开关模组GVS按照你的颜色跟顺序 我们把它接到Arduino上面的D0到D13的其中一只脚 那我们在范例里面,我们把它接在D3 所以请你按照D3,GVS把它插上去 硬体接好之后,我们这边用的范例是用Transformer 我们这边使用宇宙机器人所做的Transformer来当做范例 那我们在测试感测器模组的时候,一样 就是接完之后会先去启用你的数位输入 那我们是接在数位的第三只接角 所以这里呢,我们把它切换到第三只接角 那它是属于输入模组,所以我就停留在输入的选项 那我想要看到这个输入的状态呢 我就必须再读取数位、角位、第三只角的值 把它选好 那这一个值呢,在画面上这样没办法看 所以我们要利用小猫的外观 小猫可以有缩画的外观 所以我们把缩拿出来 把这个感测器的值塞进去 然后让它每0.2秒就重新侦测一次 那这件事情要重复不断的侦测 所以我在控制选项这边拉一个无限重复 把它包起来 好,那再加一个滤期 好,那当我去执行 我的滤期的时候呢 它会先把第三只角洲定义 定义它是输入 那就会接着去抓取第三只角的输入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猫咪 猫咪现在呢 它讲的是1 因为它是一个数位输入,所以它大概只会讲0或1 好,那现在是没有按按钮的状态 好,现在是没有按按钮的状态 所以它讲的是1 好,那我如果按下去呢 哎,它的数字就会变成0 好,放掉变成1 按下去变成0 放掉变成1 好,所以这样子呢 就可以测试说 你的模组有没有正常的工作 然后第二件事呢 你要观察这一个数值 你要知道当你的感测器什么状态下 会出现什么样的数值 那你自己要稍微记录一下 以便之后写程式使用 因为每一种模组 每一家出厂的模组呢 不一定会是一样 好,有的是没有按的时候它是0 按下去是1 那这一个模组呢 是没有按的时候是1 然后按下去是0 所以要看还是要测试一下 在使用之前